人生如戲,有時候我們的生活像八點檔,但有限的生活卻像是恐怖電影 那些無法解釋的現象發生在自己身上時,應該沒有多少人可以接受,甚至用相機拍下記錄一切 今天要帶你來看一位網友Daniel跟他媽媽發生的真實靈異事件 在影片開始前,如果你喜歡真實靈異影片,可以訂閱頻道,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喔! Daniel Thompson 跟媽媽住在一個三層樓的房子 這個房子裡面充滿復古老舊古董,還有一些看起來有點恐怖的無價之寶 他們收集了各地的昂貴文明古物,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小物品 從Daniel 小時候有記憶以來,他媽媽就已經開始收集東西 但是在這些古物當中,其中有兩個古董讓他感到最害怕 一個是放在路口的陶瓷真人大小玩偶,還有一個娃娃屋 而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物品總是讓他感覺到一股壓力 其中那個出現在許多恐怖電影的娃娃屋,都常常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 知道 how to explain it,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that has happened with it is sometimes when I walk by or like I go the bathrooms back there and I walk through and I hear like tapping coming from this room 像是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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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iel認為他聽到的敲打聲是從娃娃屋傳出來的 那個娃娃放在他妹妹以前住的房間 也因為這個莫名的敲打聲,他在裡面放了攝影機 想看看這個敲打聲會不會持續 也想順便看看能不能找到聲音的來源 但有一天晚上,他走經過那個房間時,一下事件發生了 那些啟動的聲音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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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是否害怕被拒絕了 這個地方要保護到哪裡 那些啟動的聲音… 那些啟動的聲音… 不是,這二十一段代的聲音 有種啟動的聲音… 那些啟動… 我會是… 那些啟動的聲音… 可以做啟動嗎? 我們現在聽到出現了 所以請問他… -'- -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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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can do it it's like knocking at the door hello hello 影片中可以明顯聽到這個敲打聲,但是找不到來源處 甚至在娃娃屋的廁所門,傳來三聲敲門聲,也是一個謎題 Daniel持續監視這個娃娃屋 隔一天,一個案發事件讓他被擊發亮 娃娃屋縮小的家具自己動了,就像有人在玩半家家酒一樣 當他看到錄下來的畫面時,他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應 他覺得他媽媽可能買到了什麼被詛咒的古董回家 之後他就再也沒有上傳任何娃娃屋的影片 但是兩天過後,發現了一件事情讓他再次分享影片 當時約凌晨兩點半左右,他拍到了一下畫面 或是出髮... 放開裝 就可以讓他來清洗吧 然後,τά Roll 好 我們可以聽到門外傳來的敲門聲,但外面的監視器沒有看到任何人。 可是你有發現嗎?前面娃娃屋的敲門聲次數跟那天晚上的敲門聲次數是一模一樣的。 但你有感覺這些靈異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娃娃屋在作怪,所以他就把娃娃屋搬到車庫,一樣還是繼續拍攝。 如果又再次聽到敲門聲,他就更可以確定娃娃屋有問題。 接下來過了一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,但他接下來上傳的影片跟娃娃屋沒有關聯,就好像過去發生的事情都一筆勾銷。 他放了自己工作的影片,直到影片上傳幾個小時後,他收到了他媽媽傳給他的簡訊。 裡面是他們家客廳的監視器畫面。 影片中Daniel的媽媽在看電視,結果發生了超詭異的事件。 一陣跑步聲往他媽媽方向跑去。 他被嚇到站起來轉頭,卻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解釋的來源。 也是這時候Daniel跟他媽媽才更確定家裡有不該存在的第三者。 又過了一天,Daniel看了車庫的監視器畫面。 跟跑步聲差不多的時間點,他看到車庫中發生了以下畫面。 雙手駕便利在轉方向右轉跟網絡的間接觸。 雙手駕便利在轉方向右轉方向左轉enn方向右轉轉转。 雙手駕線的確切最後到他去過關門前。 雙手駕駛不斷,雙手駕駛不斷。 你看到了嗎?那隻娃娃眼睛自己動了 事後Daniel也拍了一部影片跟網友證明這隻娃娃是空性的 所以不是什麼電動玩偶 不管他們正在經歷什麼,你認為他們家鬧鬼了嗎? 還是這只是一場捧場作戲,由你們來決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跟分享,那我們就下次見囉,掰掰! OK 感谢观看